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2是一个永远绕不过的存在 它的瑟斯特征奠定了第四代战机的标准 军民们在评价一款四代机的战斗力的时候 第一个要问的总是它能不能打得过F2 F2的各种先进技术这里虎哥就不多讲了 即便是现在来看它的性能也名列前茅 但是20多年前的战场环境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F2最初设想的敌人也早已化为云烟 F2最初的设计意图是打造一款 可以把苏27和米格29按在地上摩擦的神机 为了追求进度和保险起见 美国人选择了常规布局的F2 这一系列高科技加持 仍然没有能够打造出一架完美的战斗机 F2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 太胖 为了控制造架 美国人对于F2的尺寸做出了严苛的限制 F2的基本尺寸和F15差不多 但是战斗重量却比F15大得多 F2在战斗总重增加的情况下 要实现更高的机动性 除了要装上两具天定型发动机以外 还必须对机体结构进行进一步加强 不然在进行大过载飞行和超音速机动时 飞机就可能向散架的风筝直接解体 虎哥不得不佩服美国人 就这样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的稿 F2原型机的基本通众 竟然达到了美国空军的要求 由于是第一次搞四代机 美国空军和洛瓦公司 在某些方面显得十分天真 他们对F2未来可能增加的重量预估不足 认为可以通过结构优化 和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抵消这些增加的重量 但是天不遂人愿 F2生产性的重量 比原型机多了整整两吨有余 这长肉也推快了点 第二 推短 F2设计之初 美国空军对它的燃油携载量的要求 是至少相当于F15C退保型油箱的水平 也就是说至少要装九吨燃油 F2外形简洁紧凑 但这也带来了机身密度过大的问题 发展大的地方 恨不得都塞满 在生产阶段 又为了进一步优化外形 提高飞行性能 进一步缩减的油箱容积 随后又结占油箱空间 安装了机翼前缘冷却系统 经过这两次优化 终于把F2的燃油储备 优化到了七吨左右 比最初设计下降了20%以上 油少了人人也可以 关键是爱子娘娘也是个油老虎 由于F2的机动布局过于强调隐身 该机在超音速飞行时 带来的阻力也是相当的大 能超寻完全 是因为F119发动机的逆天功率 这些音速加起来导致 该机的作战半径 只有760公里左右 差点能为米格29之流的机场保卫者 第三 改装升级潜力太小 F2从服役至今 已经经过了多次升级 但是要注意所有这些升级都是软件层面的 飞机的气动外形和内部载荷 没有大的变化 美国人不是不想把F2变成长腿欧巴 但是奈何F2天生就怕 想剪下来比上天还难 前人躺坑验证新技术 后人乘凉坐享其成 歼20作为后来者 很大程度上吸取了F2的经验教训 歼20的设计方案和气动布局 应该是21世纪初才确定的 这时候 据F2的首飞已经过了近十年时间 歼20采用了前置压抑 全动垂尾 可调节DSI进气道等先进技术 很多人说 这样的气动外形 是为了弥补发动机的不足 其实 这只是部分原因 在虎哥看来 J20未来担负的作战使命 才是这样设计的主要原因 F2由于腿短 现在的定位比较尴尬 它在亚太地区作战 离不开加油机的支持 而J20最初的设计思想 就是争夺在低岛链内的制空权 对预警机加油机等高价值目标 实施斩首打击 这就要求J20的航程和作战半径 都要尽可能地打 F2内亚矮胖的身材 明显达不到要求 瘦瘦高高 才是王道 为了兼顾超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 J20的主翼较大 压抑距离主翼较远 这样的设计 带来了较长的机身 同时也提升了飞机的内部容积 这样J20的燃油载荷 远比F2要多 同时可调节的DSI进气道 也保证了发动机 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工作效率 可以预见 J20的巡航效率 燃油经济性和燃油载荷 应该悬强于F2 它的航程和作战半径 也对短腿的F2具有碾压优势 未来随着国产的 欧赛15发动机 装备到J20身上 那么F2和J20 孰强孰弱的争论 也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作为世界上少数服役的 第四代重型制空战斗机 J20不仅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它的身影诠释了中国速度 它的怒火 展现了中国的力量 它的传奇 才刚刚开始 请打开微信 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与虎妞真人互动 还要忘记精彩视频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和我交流 创作不易啊 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